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客机机组员通报塔台 要求紧急迫降 录音内容最新曝光 机身左侧的舱门和窗户 竟然在起飞不久后被吹走 实在太不寻常 事发后阿拉斯加航空 当天取消180架次航班 联合航空也取消60架次航班 奥勒冈州波特兰国际机场 大量乘客被迫滞留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 这款波音737 MAX 9机型 全美共有218架同款飞机 其中171架必须停飞等安检过关 外媒报道 波音737 MAX系列机型 曾于2019年发生两起重大空难 当时就曾全面停飞检查 阿拉斯加航空表示旗下同款飞机 其中18架已经自行检查可执行飞航任务 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 必须再次安检 至于台湾并没有同款机型 民众不必太担心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